桃園农业博览会正式开幕 成了当地最热门的打卡地点 假日人潮涌进展区体验农业博览会 看花海欣赏艺术装置 打卡拍照好热闹 我是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迷宫 那迷宫可以看到黑猪啊熊 对 所以小朋友会很兴奋 农博八个展区结合市集和卖场 展现不一样的新农业形态 展区内更有手作的光天皮膏 水和电都能在展区内供应 农业结合科技让民众看了好经验 然后这边的话 基本上这边风景都还不错 我们的农博跟其他的城市农博不同 那桃園有很强的科技实力 可以让农业展现新的面貌 农博开幕遇上雨天 但交不惜民众热情 桃園市在日本的三个友好城市 也来台参访 农博迁起台日合作桥梁 将来我们希望把农业博览会的 今年明年请他们也来设谈 那三个县市都心然答应 农博结合一日游规划 让其他县市民众 可以慢活轻松体验桃圆之美 未来农博将添加更多展区 让未来的新农业更有看头 三立新闻社区小组桃圆报道 启动空调新机准